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六月将至 随着夏季的到来 关于2022好声音方面消息也开始在网上传出 最近就有几个博主爆料了一份相同的2022好声音导师名单 不过我一看就知道是胡编烂造的 从名单中可以看到 今年的四大导师是李克勤 李荣浩 廖昌永 梁静如 四位导师助教是张碧晨 吉克俊逸 黄霄云 西琳娜一高 目前可以知道的是 第一 今年不会再设导师助教 第二 四大导师中只有李荣浩加盟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他刚好声音签了四年 今年正好是第四年 而其他三位导师都没有确切的消息透露 他们会加盟 所以目前网上传出的名单可信度非常之低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听了我的一番分析 很多网友应该可以放心了 如果那份名单真实度较高 似乎并不算一个豪华阵容 因为没有哪个导师能撑起场子 而大多数网友都很关心 今年周杰伦 汪峰 李荐回归的可能性大嘛 三人都是节目史上的人气导师 因此很多网友都很期待他们的回归 首先来说说周杰伦 他今年回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第一 周杰伦在筹备新专辑 这种情况下 他的重心在新专辑上 不会把时间和经理放到其他事情上 自然不会来内地当好声音导师 第二 周杰伦的妻子昆琳怀了三胎 需要照顾 那他就更不可能离开老婆了 要知道周杰伦一直有好男人的称号 如果这个时候他还输去上综艺 那他的好男人人设岂不是他了 没必要 因为周杰伦也不缺钱 周杰伦今年加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他跟好声音的缘分还没有到头 因为第十季的时候他本来就要回归的 后来因为疫情不得不放弃 所以即便今年他不回归 今后肯定还有机会 可汪峰跟好声音的缘分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了 去年汪峰整个人就不在状态 心不在焉的 不像之前那样有强烈的胜负欲 去年的汪峰录一期算一期 也没那么在乎冠军导师的头衔 重要的是 据说去年汪峰得罪了节目组的女导师 以后后期他的镜头几乎全被剪掉 还不如雪原的镜头多 所以汪峰跟好声音的缘分真的到头了 他以后可能都不会来好声音当导师了 最后还有不少网友都很期待李健 他有回归的可能性吗 我认为也没有 因为李健第九季的时候带走了总冠军单一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山一纯是好声音史上唯一一个 没有签约梦想强音 却能夺冠的冠军学员 最后在李健的牵线打草下 签约了名气不大的百慕娱乐 好声音辛辛苦苦把山一纯送上总冠军宝座 结果却让李健把他带到了百慕娱乐 节目组还能让李健来当导师 难道又让他把冠军学员带走 所以李健跟汪峰一样 跟好声音的缘分基本也到头了 只不过李健在好声音导师中 算是最成功的一位 当了两届导师就带出了两类冠军学员 也够他这一辈子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 2216 1216 2203 22 upward 到九个字了 满力发生了很alt 我还早 لا 患者 kiedy 我music 挡B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